各位最爱好世界和平的好姐妹 世界和平妇女会 各位会姐 那当然我们历届的领导会长 我看到张伯雅张院长 陈兆儿陈会长 我们现任的云乃峰会长 我们天上海卫林理理会长 在座各位会姐 今天是大家的年度大会 我因为不是在节目里面 所以我不敢占太多的时间 借这个机会来表示 我对妇女产女和平的敬意 人类的历史上指出 99.9%的战争是男人发起的 可是牺牲的是女人的先生 女人的儿子 甚至于女儿 一想到战争 我们就看到死亡 就看到非常多的悲惨 战争结束 可能原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所以文先明 这个牧师 跟现在领导UPF 领导我们世界和平妇女会的 韩赫兹总裁 他们就说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鼓励大家能够维护一个真爱的家庭 因为只有和谐的家庭 才有和谐的社会 才有和谐的世界 可是现在大家应该都感觉到 随时都有可能会发动战争 不是我们要启动 但是别人 就是想要用战争 来逃避很多责任 因此 我对贵会 今后的发展 特别期待 过去 我们谢天谢地 有一段蛮长时间的和平 以至于大家不知道 战争有多可怕 我们也谢天谢地 因为17年前 SARS突如其来到台湾来 一阵慌万之下 我们知道病毒的可怕 我们学会了如何跟病毒共处 也知道小兵可以立大功 也就是当病毒来临的时候 乖乖乖乖乖把口罩戴起来 这些其实是17年前 我们付出的学会 大家知道 以后 我们不再是 万物之灵 我觉得病毒这次 席捡200多个国家 特别针对大国 特别针对那些 浩大喜功政治人物展开挑战 一个都逃不掉 这就告诉我们 人不要太骄傲 我们必须跟地球上 许许多多的动物生物植物共存 同时 全球化 大概也要停看听 我看三到五年之内 大家要出国的机会很困难 所以我们 要收心回来 如何在你生存 我们美丽的宝岛 大家 停看听 先我们的宝岛 真正的名乎其实 全世界两个国家 丧失多少生命 我基本上认定 我们这次国内了 一个病毒都没有 可以说是 主角境外成功 也可以说是上帝 对我们特别疼惜 韩赫子女士是我 非常敬佩的女性 十四岁的时候 他认识了 文先鸣先生 一个四十岁 一个十四岁 我牧师一眼见到他 就跟上帝说 他是不是 要陪我 走过一生 来救赎人类 就认定了 在他们结婚 二十年之内 韩赫子女士 为他生了 十四个子女 从一个传统的角度来看 他尽心尽力 其中他的子女有五位 刚好是我的校友 也就是哈佛毕业 可见他 跟每一位姐妹一样 该尽的母亲 为人母 为人妻的责任都尽了 可是 特别令人敬佩的是 他追随 文牧师 花卫爱心 走遍天下 UPF 所传达的和平圣旨 从大国到小国 从富国到平国 还没有在鼓吹仇恨 没有在煽动战争 就是用和平跟爱 不断地传达 吴牧师 特别 特别令我惊讶 佩服的是 他说很多的仇恨 是因为血缘的关系 民主纷争 国主的恩怨 所以他觉得 他作为真父母 如果变成上帝的义子 可以鼓励跨国的婚姻 然后把所有的族群 国族 国家的仇恨 透过通婚 化足掉 他真的在落实世界大同 我也在韩国亲自有荣幸 实地去参观 这个清正宫 全世界很了不起的大大楼场 还有我们UP所推动的大学 鲜明大学 有七十几国的学子 在那里求学 还有医院 运动场 文创中心 一座山要变成世界大同的乐园 我看着他拿着锄头 这样子心情耕耘 没有完成的事情 就需要刚刚表演唱歌跳舞 我们的新世代继续完成 我们在场的姐妹 记得 吴牧师 韩总裁 他们 贤抗力 变成上帝的义子 传福音 希望能够跨越 种族族群 所以我在这里 要尊重地邀请大家 我一直觉得 台湾 日本 韩国 我们都有儒家的思想 现在也是民主 科技大国 过去不幸 都有历史恩怨 被日本统治过 但是我牧师都觉得 我们应该原谅 我们应该跨越国主 民主 相亲相爱 所以有很多的 跨国婚姻 第二代 就可以把过去的朝鲜除掉 我这是希望大家可以认真思考的事 我们来建议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不管哪一党当选 他能够来起身 邀请台湾 日本 韩国 来组一个 民主太平洋国协 我们这三个国家 过去有一些历史恩怨 但是我们要向前看 我们这三个国家 如果跟美国太平洋的彼岸 我们在此岸 他可以邀请加拿大 所有的太平洋民主国家 大家都组织起来一个国协 Common Wales 我们推动柔性的文明 不是要战争 这样的话 太平洋在21世纪 就会是一个柔性文明的摇篮 美国总统在激烈选举 我们非常担心 台湾如果不稍微采取主动一点 特别是我们女性 如果不站在和平的爱好者 生命的生育者的立场 来表达我们的立场的话 蔡总统前天透露了 第一是透露 很有可能擦枪走火 我们会被卷入战争 那多么可怕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小文宣 带位去不要丢掉 我只要各位看这个地图就好 没有时间让我细说 你看看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 不管你在哪里 都随时人民解放军 可以登陆来对付我们 我提醒大家 战争是无情的 和平是无价 当我们和平的时候 我们常常没有想它 现在应该认真来想 和平是无价 但是战争是无情 我们一定要预防战争 我们才能够投资和平 所以预防战争投资和平 我希望大家 作为最近 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谢谢我们在座的 从头完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校长 还有各位 初步已经说好 我们一起 还有当然是我们的会长 各位姐妹 我们一起 来预防战争 我们一起来投资和平 我们必要说要跟蔡总统讲 维护和平是人民的神圣权力 是联合国1984年定的 和平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责任 维护人民的和平是总统的责任 我们希望他尽一切可能 不要挑起战争 要确保和平 那我们所有的姐妹 都会做他的后盾 所以最后 还是感谢各位 平常时候 为了促进家庭的圆满 社会的和谐所做的努力 但现在可能开始要加一个 我们一定要努力来预防战争 投资和平 谢谢大家